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粤剧名领吴君丽女士的戏剧人生 吴君丽生于1930年1月29日 出于2018年9月26日 吴君丽是广东中山的小腩人士 他原名叫吴燕云 就是60年代香港粤语片的演员 另外也是粤剧的花旦 吴君丽有很多匿名 有些人称呼他小黎姐 或者叫做麗姐 他也有白卯丹和肉猴鹽蛋的称号 吴君丽的原名叫吴燕云 他早年在上海居住 就读的学校就是中信学校 后来中国抗日战争之后 他就跟随他的妈妈 就来到香港定居了 他曾经就跟吴志仲学习过粤曲 后来就加入陈飞龙所举办的香港粤剧学院 就来到学造大戏 而且还成为了陈飞龙的入室弟子 他有一个美语叫做肉猴鹽蛋 他就擅长演一些青衣和刀马蛋的行当 他曾经就参与演出过超过一百部的电影 这个电影之中就包括粤剧电影 即是那些戏曲片 另外有一部份也是时装的电影来的 吴君丽就唐邓碧云、鳳凰女、罗艳卿、余丽真、于素秋、蓝红、临凤 总共计算他八个人,结二金兰 号称八卯丹,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 吴君丽就叫做白卯丹 另外就因为余丽真和吴君丽 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都有个例字 所以汽航里面为了方便称呼 以及以辈份称呼 所以很多时就称呼余丽真 就是做大丽姐 而吴君丽就称呼他做细丽姐 以事区别 吴君丽就有一个儿子 另外也有一个孙 他的儿子就叫做金慈 孙孙孙孟丽就叫做子生 接着就跟大家分享吴君丽的演艺经历 吴君丽在1962年成立了 新例星影业公司,直接参与电影拍摄工作 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他曾经参与过林家兴的众生星剧团,演出大戏 另外在1987年至1993年之间,与陈剑星新海泉组织过新例星粤剧团,演出粤剧 另外在1991年,在新加坡举办个人演唱会 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吴君丽诗诚会之音 这个演唱会之后,他就很少公开演出了 在2004年,吴君丽将他在戏行内接近3000行的服饰 戏器箱、道具、粤剧剧本、宣传的刊物、照片 息数全部捐给香港文化博物馆 后来在2008年,吴君丽就签约给无线电视 拍摄了一辑处境剧,这辑处境剧叫做《不打自己人》 这部剧集的主要男女主角就是黎耀祥和无顺君 在2009年,因为他当时只是跟无线约签约一年约 他做了一年之后,离开无线的戏剧组 吴君丽住在哪里呢?据人所知,在2000年至2018年 他曾经居住过《窩打老道山》某个屋苑 后来在2018年9月26日的黄昏,消息说 吴君丽就因为肺癌,引致肺积水,逝世 当时就享年88岁 很多圈中的好友,包括王夏卫、胡锋都表示哀悼 另一方面,在2019年4月14日 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 在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之中 就向吴君丽致敬的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吴君丽的戏剧人生 暂时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N与Alan频道 我们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吴君丽曾经演过什么粤剧 和他拍过什么电影 希望大家到时留意收看 好,今天就拜拜,下次再见